你 张晓月 我有话要跟你说 赵月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聊到这样子嘛 聊个天嘛 你伤好不好一点 你到底想干嘛 你到底想干嘛 我哥跟你说了多少个事 虽然我们两个是双胞胎 但其实 也没有很熟 从小 我们两个就被迫分开了 感情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我在想哦 如果不是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生病 快要死掉了 应该也不会主动联络我 我爸妈分开的时候说好 一人带一个 我哥比较幸运 他跟着我爸留在台湾 虽然被我妈带出国了 那你其实没有过得很好 从我有记忆以来 我只记得 我一直在搬家 这几年开始拍照 赚了一些钱 我朋友就找我合伙做生意 谁知道生意没做成 他就捐款落袍 你到底跟我讲这些要干嘛 想博取同情 你再怎么缺钱 也不能背着我私底下 跟我爸交易 最后还把乔婷的钱 全部拿去还债 不是啊 那个时候你跟乔婷 都在雷公的手上 我不拿那些钱去救你们 我要怎么办 好 如果照你现在说的 什么都不做 那乔婷出了什么意外 你觉得你会原谅我吗 你不用替自己找借口 我们会被绑架都是因为你 而且你跟我爸 没有经过我跟乔婷的同意 就私底下交易 我可以找律师告你们 说这个交易是无效的 赵月 你要怎么告我 怎么弃我都没关系 可是你可不可以 不要把你爸扯进来 他今天会给我钱买这个房子 也是为了你 我不希望你因为这件事情 打坏你跟你家人的关系 这是我的事 你讲完了没 我要工作可以不要打扰我吗 好好好 我会 Jacobs 你 我去打鬥 我去打批你 我去打批你 你现在觉得我不是一个好人 没关系 我无所谓 可是我希望你可以明白 张晓月 其实你很幸福 你有关心你的家人 能够帮你解决问题 如果你能经历 我从小到大发生过的所有事 也许你就不会觉得 当一个好人 是这么理所当然的事 不得不得了 我只是想让你去 你也有关心的 我都不会是不得了 我只是想让你去 你不得了 我只是想让你去 我每天可能都不得了 有关心的 我都不得了 感谢观看